各位好朋友们大家晚安 欢迎收看亚洲我最标 那么在礼拜四的行情走势呢 指数跌了110点 很多合作朋友都在问我 从下午到现在都一直在问说 老师那今天的盘式 怎么会说这个大盘跌这么重 或者是说今天很多指标股 怎么会跌很多呢 最大的关键点 其实不是台股本身因素 大家都看到了 还是亚洲股市最担心什么 最担心明天美中贸易大战 这个属于340亿美元 美国中国各科340亿美元呢 这个影响到全球股市的一个影响 所以大家看到说 今天的一个主题标题 来你仔细看 我今天给大家一个标题是什么 大陆定向降准3.3兆的降准 7000亿人民币3.3兆的一个台币 定向降准去市场释出资金 非常非常可惜 有没有用 今天包含了大陆股市 南韩股市 香港股市 收盘价最低价又在创今年新低 那么这种现象对亚洲股市 其实今天算是跌风比较大哦 尤其我在昨天就跟大家讲过 特别特别注意是什么 不是今天第一天 是这个礼拜一到礼拜四 四天了 不是最低价 收盘价 亚洲股市 天天创新低 收盘价 或者是最低价 亚洲股市 大陆带着领蝶 天天创新低 那么好朋友也问我说 老师 刚才看到 这个欧洲股市 美国道琼电子盘 都还在上涨 怎么会这样 美国道琼期 你仔细看哦 现在8点05分 有没有 我们再更新看一次 8点05分 道琼电子期还涨187点哦 那到底 大陆3.3兆的定向降准 怎么会亚洲股市大跌 欧美股市呢 现在 欧洲股市 跟道琼电子盘大涨呢 今天的重点 非常的精彩 仔细看好 我今天怎么跟大家来做一个剖析 好 那接下来重点里面 来我们先看第一张画面 在上海股市 你看看这个礼拜 礼拜一 收盘价创新低 礼拜二 最低价 礼拜三 收盘价 礼拜四 收盘价 继续怎么讲 不断的 还在连续破低点 大陆市出3.3兆的降准 两码 7千亿人民币 照理来讲 应该基本面 有一个很好的利多 来去做一个推升啊 怎么会这种事情发生呢 好 这个地方不是只有上海股市哦 除了大陆上海股市之外 你再仔细看一看 我说这个盘是结构里面有没有 包含了香港恒生 香港恒生下午跟着欧洲盘有算是拉尾盘 可是你看最低价收盘价还在创新低 非常可惜啊 真的非常可惜 那么南韩股市更不用讲最低价收盘价创新低之外 它还有一个因素 今天南韩本身自己出了一个状况 什么状况呢 三星的一个保险 相对他们的集团控股公司呢 被要求要释出三星的持股 这个对三星 如果说接下来 4420亿台币的资金丢出来的话 你说南韩股市 光是一个三星股票被丢出来 会不会好 不会好 这个新闻 我相信明天报纸 今天晚上的下午的一个拼股日报 晚上已经出来了 明天的报纸说南韩在打压财阀 4420亿的属于三星保险公司 三星生命保险公司的持股 被迫要释出手上三星电子 三星股票如果倒出来 韩国股市呢 不是只有大陆3.3兆降准 享受不到之外 还有筹码面 三星股票会把三星南韩股市做一个压低 那慢慢的进入主题了 我说这一次 先记得我讲这句话 这一次全球股市 全球股市尤其是亚洲股市很弱的时候 美国是因为对各国科高关税 加拿大 墨西哥 它的北方好邻居 南方好邻居 然后欧盟 中国 甚至包含日本 韩国 台湾 都科高关税 对各国的科高关税情形之下 接下来 从6月22号开始 其实一步一步一步的 美国要承受的高关税会重伤 你不要快说现在电子盘涨哦 除非一件事情 今天晚上川普道歉认错 把这个中美贸易大战的一个340亿呢 取消 或者是至少要延后吧 但是如果他不延后的话 全球供美国 这个美国的高关税 他不是一方面单一国家 是他针对全球各国 然后全球各国对他科什么 报复性的关税 等值的商品去瞌睡 影响大不大 今天晚上你仔细看 现在的电子盘是美国国庆日 7月4号独立纪念日 刚刚才收完价而已哦 今天晚上开盘 如果开盘开高 就像欧洲股市开高的话 明天真正实施 受伤害最大的 会是美国 今天晚上就算是涨 反弹 明天如果没有取消 会明显在明天晚上发生 这个现象 我刚才也特别下午做了一张表格 美中贸易大战 对美国 对全球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先不要讲说 外资评估 美国道琼股市会修正多少 其实这个资料 法人报告 其实都已经公布出来了 最主要的 来 明天美中贸易战开战的话 就时差来讲 大陆的时差 先进入到7月6号 多12个小时 会先对美国科高关税 唯一的一个改变方式 川普出来 阻止这个美中贸易战 如果美中贸易战没有停止的话 第一个 接下来美国物价会开始上涨 而且速度不小 他科的关税不是5%10% 是对大陆340亿 340亿美元科25% 所以对美国内部的物价 第一个 美国物价是不是会涨 美国物价一涨起来 FED今年 本来可能说 升息三次 已经升息两次 升息两次了 美国FED 物价涨通膨上升 一定会怎么样 跟着 加速升息 这种加速升息的影响 今年 四次 会不会影响 股市 会 整体本益笔 一定会 怎么讲 要求降低 股市会受到影响 那么 全球关税的税率 从去年的2.7% 会升到多少 10.2% 增加三倍 2.7 升到10.2 这样子对全球的贸易障碍 是非常负面的影响 所以大家有看到研究机构估计说 美国 这是估计美国 三年的GDP 会降 0.8% 那么对全球贸易量 贸易规模 会降 9% 这个影响都非常非常的大 那么 全球对美国商品 总值 3000亿美元 陆续开增 25% 10%以上的高关税 你说美国的经济 美国的股市 怎么会好 不会好 所以我刚才先跟各位讲这一个 全球公美 美国的高关税 报复性的关税 对美国 尤其是科技股 纳斯达克 或者是道琼指数 会受到重伤 最简单最简单的 亚洲股市 这是今年以来 亚洲股市都已经破低点 你看到 大陆 南韩 香港 这么大的经济体 都在创今年低点 那么美国道琼 如何维持在 23344点 今年的低点之上 你告诉我 强力在升息息机吗 绝对不是好方法 好 这一点要特别留意 对美国的一个道琼电子盘上涨 欧洲的上涨呢 你要特别留意 它接下来影响 这个影响内容 其实最大最大的 关税一拉高 美国消费者 他们不会买到 更便宜的东西啊 到时候物价涨 不是说什么升级 生产供给这个出问题 是美国政府出问题 到处跟人家磕税 这个影响是最大的 了解吗 这个影响是最大的 所以相对的 我们来看几个重点 在今天我也跟会员朋友呢 去买富邦VS 开始做一个布局的动作 我也希望说他能够再拉回 再来做一个买进的动作 好 那么机会 怎么样留给准备好的人 今天排斥 我说过一个重点 其实你仔细看哦 台股今天指数跌110点 指数跌幅只有1.02% 只有跌1% 不多 台股指数跌幅只有1% 说真的 不多 什么样的杀伤性 对今天的盘势影响最大 热门股 指标股 杀到跌停板 我在刚才黄金大标股 6点钟的时候 稍微跟大家提了一下 明天和生堂 融卷最后回补 结果呢 今天早盘创新高 搜盘跌停板 和生堂杀到跌停板 让今天的被动元件 连国具哦 冲到1225 尾盘击杀 快到跌停再撑住 2492的华星科 也是一样 是不是 受到尾盘这种 和生堂击杀下来 是不是受到影响 第一个 被动元件 涨价题材 最标最标的股票 杀到跌停 重挫 第二个 MOSFI的概念股里面 6435的大中 你看看他的股价 今天一破月线 马上杀到跌停板 是不是 涨价受贿股的大中 杀到跌停 让另外一档 5299的竭力 收盘 差异档 也是跌停 今天盘档 今天盘档 今天盘面上 被动元件 MOSFI重挫 还有一个主轴 光学镜头的 郁金光 郁金光 从今年 213元 213元 涨升上来 涨到580 你仔细看 他今年的一个 郁金光的涨势 涨升上来 没有看到收盘跌停板的 有重挫 收盘没有跌停 结果今天 出现今年第一次 外资大卖 1564张 杀到跌停板 非常非常可惜 真的 这个盘市 如果没有后面 这些控盘手 这些公司派 他们没有看到 亚洲股市 没有看到 后面有危机的话 怎么会告诉你说 今天的郁金光收盘 杀到跌停 427块半呢 这个观点 所以我今天下个标题 大陆降准 3.3兆新台币 两码的降准 结果 大陆 香港 南韩 最低价 收盘价 创今年新低 你说操作上 今天要不要保守 那今天呢 其实盘中 我也跟很多好朋友讲 尽量保守 在整个盘市架构里面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先跟好朋友来看一下 其实今天来讲 看到这种盘市 指标股杀跌停板 很警惕 该警惕的地方 我们就是警惕 所以我也建议投资朋友 尽量先不要去做一个 强短的动作 好 我们先跟大家 好朋友来 来回答一下持股的问题 那么各位好友们 大家晚安 我们先一个个来做回答 先不做一个问号了 先大家晚安 好 西叶曲有在问到说 6456的夜城 昨天其实很多好朋友 就在问我说 夜城跌破季线 跌破半年线 其实这一段很弱 我们从221块 有没有 221块卖掉到现在 我说还没有等 它的一个最佳买点出现 就连不要说夜城 3105的稳貌 我这两天还是认为 它只是一个短线的反弹 今天呢 尾盘还是压下来 5日线都没有站回 我在前天 撒到跌停板 拉升的时候 我就跟你讲说 或许会有个小反弹 不是给你抢的 是给有持股的人 高出的机会 是不是又被我讲对了 那么这个现象 不是只有 6456的夜城 或者是文贸 我刚不是说吗 第三季最有利多的 苹果单 华为单的 3406 玉金光 今天撒到跌停 这些股票 它的基本面爆发力 有玉金光这么好吗 没有 不过就真的了 6456撒下来 从221块 有没有 从221块 我就一直跟好朋友讲 我也在等 等它的回答 等真的大盘安全的时候 我们再来做切入 可是到现在为止 没有 但是你也不要说 大跌下来 从221块 这个地方卖掉以后呢 现在还一直告诉你说 看坏看坏 已经差了50块了 你也不要说这边持股 如果有的好友呢 好友们呢 你们不要说在这个低档的位置已经大跌下来 或许还会拉回 但是不要杀低 不要杀低 有持股的反弹上来再来做调节 好 这是CH问到的夜层部分 好 宅小谢也问到说台半跟强茂怎么看 来 其实看到今天盘是很多股票都是一个压回啦 你看台半 台半今天破五日线 回首首在十日均线 有没有 就过去这两个月 台半他十日均线支撑力道不强 比较强的是什么 月均线 月线碰到反弹 跌破反弹 有没有 连续两次都是跌破反弹跌破反弹 那么再回来 这一次的86块 月均线的位置是重要的支撑 短线上他这种两根黑K的走法 还没有修正完毕 或许明天还有反弹的机会 但是反弹上来做调节 不要去做一个抢 追高的动作 那么强貌部分呢 也跟刚才的台半有点类似 你看今天呢 他不但是跌破十日均线 连月均线都跌破 上礼拜 他是回到季线附近反弹 那么再回来 他已经跌破三条均线哦 再回来 是不是要再回测季线呢 所以关键重点 这些都是受到大盘 受到大陆股市 又破底的影响 那再来 陈耀俊有问到说 那那个3059的华金科 有停损 要不要停损 是不是明天要做一个杀低 你先看一个重点 3059的华金科 很可惜 今天是把第二个跳空缺口做回补 今天在36块6的部分呢 我们也是建议会员朋友先做退出 压回 但是你仔细看 这三天外资还是站在买超 以现在美国电子盘 还有包含欧洲股市 还包含了什么呢 你仔细看 现在的台指期也是上涨46点哦 大家都会认为美股市 所以相对明天有个好机会 不光是华金科 还有今天跌升的 像被动元件 这个属于郁金光 甚至我刚刚讲的MOSFI 这些跟着台指期 跟着美国道琼电子盘 如果说今天晚上还没有大跌的话 有一个比较强谈的话 都会有一个反弹的机会 所以明天的华金科 如果说照我的规划 他今天晚上美国股市 没有出现一个大长黑 那明天就会反弹 反弹上来做调节 好 这点我会建议是 反弹上来做调节 好 那再来 黄汉森有问到说 鸿海的股价 鸿海裁员 你说这个看法如何 你说对鸿海裁员的股价看法 我说真的啦 这次鸿海裁员 那个裁员十几个人 二十几个人 非常非常少 全球鸿海的员工上百万人 他不是像宏达店 哇 亏损下去裁一千五百人 鸿海裁个十几二十人 报纸到了很大篇 你有没有看懂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还是在打压鸿海 鸿海他有拿到 真正苹果三 等于说是新苹果新鸡的一个大部分组装 大部分组装 连伪创都踢出去了 结果呢 还是暴成利空 你这样讲就懂了吧 谁在媒体上一直在放话 打压鸿海 就基本面我再讲一次 那个比例关系啊 真的不成比例 台湾的宏达店是亏损 而且呢裁员的比重太高了 一次裁了二十几% 一千五百人 鸿海全球上百万人 裁个一二十 一二十人 真的太少太少 拿这个新闻来做文章 可惜啦 要打压鸿海 何患无辞啊 一天到晚唱衰他的人 就是这一段还在唱衰 好 我这样讲 你大概就听得懂了 好 那再来 那个盘面上的走势部分来讲 刚才我刚才也回答好友说 像华金科 像嘉玲 明天应该都会有反弹的机会 都会有反弹的机会 这个盘式上 包含了现在 WU WU有问到说 六四八八的环球金 其实都会有反弹的机会 最主要最主要 你再看一次 我刚讲的重点 你看到现在的德国股市 法国股市 涨一趴哦 好像都没事 美国道琼电子期 现在也涨一百多点 连包含现在的台指期 也涨47点 所以 在这个盘面结构来讲 我刚不是讲吗 不要追杀 包含了 六四五六的夜城 已经跌了50块 如果扣掉除息 也真的跌很多 不要追杀 有反弹再来做调节 但是 就大方向上来讲 不要小看这一次 美中贸易大战的影响 我刚刚已经跟你分析过 后面 谁伤害最大 不是亚洲 不是台湾 最大的是美国 但是大家也很担心 第二阶段 一百六十亿 会不会针对苹果啦 会不会针对红海啦 其实这不是我讲的 上周末时间 就有媒体上 一直在放话说 第二阶段 才会可能发生 针对苹果 去做一个贸易制裁的部分呢 有媒体 你可以去查一查 有媒体就在一直点名 红海就是最大的受害者 我也很无言啊 这不是我的能力所及的 但是媒体就是 一直有人在放话 一直在打压红海 你都可以去查一查 好 那这个阶段来讲的话 我会建议说 很多个股不要追 反而就是拉上来 做反弹调节 好 那说明一样 我问到说 4739康普的财报 及现行 如何做操作 其实啊 这个盘式结构里面 你会发现 其实有很多股票 不是说它基本面不好 你仔细看 就技术面 先看康普的节奏 有没有 技术面来讲 康普今天跌破年限 跌破了6月份 甚至是5月下旬以来的新低 弱不弱 转弱 电池的这一块里面 在5月份 康普还不算是明显成长 但是比去年成长 已经连续 几乎有快一年的时间 都是两位数 甚至两成到四成的成长 这个成长幅度是很明确的 很明确的 那么获利数字 跟这个营收都有拉升 但是一件事情 非战之罪 我刚不是讲了吗 今天盘面上 不要说康普 跌个2.9% 郁金光 基本面 题材面这么好 今年以来 没有收盘价 杀到跌停板的 今天怎么会杀跌停 谁杀跌停 外资前面追高 追在580 有没有 追上去 追到580 结果呢 今天杀在427.5 杀了1564张 外资砍的 外资为什么砍这么重 这就是答案 他们担心的 就是我跟刚才所大家讲的 大陆如果只是简单 礼拜一到礼拜四 不是收盘价 就是最低价破底 连续4天 最主要最主要 礼拜四 定向降准 应该要直稳 应该要强攻 至少要一根中红的走势 没有 这是最大最大的关键 好 这是最大最大的关键 大陆股市应该出现直稳的时候 没有 那4739的康普 你说在整个电动车族群里面 我昨天讲 茂莲撒到跌停板 今天盘中又在创新低了 收盘价 有没有 小跌还好 但是我跟你讲 它的均线架构 还是比较弱势一些 这个情形 你看看另外一档 电池相关的美琪马 是不是也跟着压回来 算是5月下旬以来的低点 都是一样 那么还有一些好朋友 问我一些个股更精彩 在台积电 我待会讲 这个部分你们先等一下 好 那再来 强貌加联益 是不是可以进场 其实我是认为说 今天晚上 美国道琼电子旗 欧洲还在上涨 欧洲它本身针对的 只有美国的磕税 其他没有 各国像中国跟欧洲之间 没有互相磕税 我们台湾也更没有能力 去跟大陆跟欧洲去磕税 对不对 大家都是针对美国 所以真正要特别注意的是谁 道琼 美国股市 这种美国股市走法里面 来 在2008年 它是从6469 有没有 6469 涨到26616点 涨了2万点 这三年的时间 走一个上升趋势轨道 我在上一次演讲会场上 我还跟大家讲技术面 这个低点 低点的连线 支撑 支撑守住 从今年的4月 5月 6月跌破之后 站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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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有没有转弱 这个现象 你针对到台湾的台积电 这个上升趋势线 4月跌破以后 4月 5月 6月 7月 上升趋势线 也可以画一个平行轨道 有没有 上升趋势线 平行轨道 一跌破 4月 5月 6月 7月 往下走弱 那现在的道琼呢 为什么一直提醒大家 真正会受到重伤害的 是美国道琼 是美国股市 你如果了解 我再跟你讲一个重点 我们刚才有画一张图形 是昨天给好友在问的台积电 说台积电跌下来了 可不可以买 为什么我说跌到210块 我也不强短 很简单 你看看这个形态 上升趋势线 跌破以后 这个地方在去年12月 有个220.5 220.5的一个颈线 收盘都守住哦 周线结构上 跌破跌破跌破 都有守住 去年12月的最低点 220.5 这个地方 跳空跌破 我把指标移开来 有没有看到 台积电是走一个 左肩头 右肩 跳空破颈线 严重 不要去抢 不要去抢 不要去猜它的低点 小心会越来越低 这个观点 这个观点 比特币最明显的例子 昨天告诉你说 四川很多矿产淹水 比特币会有极单 今天早上跟你讲什么 跟你讲说矿产整个矿 连房子都没了 厂房都没了 不会有极单 昨天到今天差别这么大 我还是告诉你 不要投机 好 不要投机 好不好 那这些观点 我们再慢慢跟大家讲 分享这些内容 那好朋友问到说 像强茂加联益 是不是可以进场 好 你有这些观点以后 你再来看这些个股 强茂我刚刚讲的 它这种短线 已经开始转弱 还没有出现 直稳的低点 那6153的加联益呢 这个地方 我在今天 礼拜四的 非凡新闻台解盘的时候 我在盘中 也一直告诉大家 一个观点 为什么投信 外资从4月份以来 一直买超加联益 第一季 第二季财报 看不到 第三季 才会有爆发力 法人估计说 今年第一季的财报数字 有没有 才0.1元 比去年好一些了 去年全年才0.07 对不对 但是他们估计说 今年全年可以3块7 明年看得很乐观 我先打个问号 我也不想讲 但是我跟你讲 他的技术形态 今天也是跟着大盘受影响 外资大卖 8742张 你看到外资这种大卖 前面买的 今天全部认赔 赔下来认赔 所以啦 外资买也会买错 我们呢 也是一样 该错 该停损的 就停损掉 相对 你看到加联益 有没有 股价今天8742张 是不是很大的一个大量 杀到最低点 明天你仔细观察 它的季线58.35 这个季线位置 58.35 不能跌破 跌破 就会转弱 跌破 就会进一步的转弱 这个地方 要特别记得 我讲这个观念 还没有出现 指纹之前 就算美国到穷 今天晚上 还没有大跌的话 这个时间点 是明天开始的 美中贸易战 不要去抢 多观察一天 多等一天 机会会更好 了解吗 好 那我们再回答一个 我们再讲下一段 那李美人有问到说 6469 汉语波 应该是5469的汉语波 买在31块半 5469的汉语波 其实在这一波 跟着华欣集团 在上扬的时候 它也是持有华欣科 所以股价就跟着上来 你看看汉语波 持有的华欣科 今天有没有跌破五日线 我在非凡今天解盘的时候 我就讲说 这些被动元件 它们是沿着五日线在走 不能跌破 今天都跌破了 国距跌破五日均线 华欣科 跌破五日均线 5469的汉语波 是不是也跌破五日均线 今天收盘价 把十日均线月线 也都跌破 转弱 我可以跟你很明确的讲 转弱 那么明天有反弹的机会 我还是建议先做调节 因为这一波的走势 很多个股 已经跟着大盘 不是指数 是人气指标股 玉金光 光学镜头的玉金光 杀到跌停 被动元件 和声堂 杀到跌停板 MOSB概念股 大中 节力 杀到跌停 这些都是指标 最热门的股票 一定不要小看 这种影响力 不要小看 这种影响力 因为我说 这个影响力 其实会慢慢 明天 大盘 还会有一个机会 反弹的话 我也希望说 能够弹高一点 弹高一点上来 尽量减多单 然后呢 避开修正的风险 大盘今天最低10585 有没有注意到 已经是跌破 5月中以来 你看看 5月中以来 上个礼拜 10633的低点 今天有没有跌破 跌破 最重要的因素 不是台湾本身 是美国 美国的一个 美中贸易战 大家都很关切 这个因素 好 那我们先讲下一段 再跟各位 来追踪一下 在7月3号 这个礼拜 我就告诉大家说 7月3号 国具头版力多 融券最后回补 真的冲上去 有没有 把融券补在最高点 跟今天的和生堂 补在301块 意思是一样 避开 这些大户的出货 那个时候的国具 有没有 7月3号 我讲的时候 1290块 到现在 差了175 那个时候的华兴科 到现在 差了64块半 和生堂 今天杀到跌停板 先冲高 扣掉冲高的部分 今天也差了17块半 起立心呢 差了23块 扣掉2块的一个除息 也差了21块 几天的时间 礼拜三 我在light 跟大家分享 今天 是不是 马上 你就看到了 这个观点 在礼拜二到现在 礼拜二 三四 三天时间 你都看到了 那最主要的 你看看大益 今天大益 算是强谈哦 但是大益 今天的强谈 是跌升反弹 我让你看技术形态 你会更明确一些 从155块半 跌到今天 103块半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它股价 跌掉三分之一 155块半 跌到今天 103块 跌了52块半 这种走势 是跌升反弹 好一点的情形 明天呢 站上五日线 去挑战十日线 十日线 会是一个压力点 你看前面 这一段 反弹 十日线 压回 反弹 十日线 压回 现在反弹呢 能不能碰一下 十日线 今天晚上 美股收盘 是一个 反弹力量的关键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先跟各位 再讲一下 大盘的结构 我们先跟各位 补充一下 你先看一下大盘 大盘到今天 这个礼拜四 好 今天是礼拜四 大盘到今天 跌了 225点 明天 礼拜五 收周线 就一个 操盘手的观点 我教大家一个方法 你在礼拜四 操作的时候 你就要评估说 礼拜五的 涨跌幅 会影响到 这一周 收线的 收盘结构 到今天 这个礼拜 是长黑 225点 明天就算台股 像现在的电子期 反弹个47点 能不能改变 这个礼拜的 长黑 如果不能改变 这个长黑 你该怎么做 不要带你去猜指数 那个意义不大 最主要是 你手上的股票 如果只是反弹 你该怎么做 这才是我想要表达的 我要教给大家的方法 不是只是说 看到跌 又后面又开始追杀 那个没有意义 好不好 好 那再来 那个 5469汉宇波 我刚刚一看 我就知道 没关系 再来 那么2455的全新 可惜了一点 我昨天还跟各位讲说 2455的全新 补跌 稳貌 跌升反弹 反弹一下下 今天就碰到上影线压力 那全新 连续4根黑K 是不是短线也有跌升 也有机会反弹 我不管说 你成本是套在130还是120 有些时候 你要想一个因素 考虑到的因素 一个操盘手 一个股票的操作 尽量 我拜托各位 这是我在股票市场上 三十几年操作的经验 不要去想成本 我这样子讲 你们一定一定很难接受 但是从做老师的经验 从自己做投资人的立场 站在好朋友的立场 你真的不能去想 你的成本问题 我举个例子 我先不要用全新来讲 我举个例子 上银 还记不记得 这根长黑 这根长黑的时候 五月营收利多 开高走低 我说不对 这个是立多出境 避开 我还画一条上升趋势线 428不能跌破 我是这一根开始讲的 起跌那天开始讲 这一段跌下来 很多好朋友跟我讲说 老师 我买在500多块 我买在450块 我买在400块的 怎么办 一直是卡在成本因素 结果500多块 450 400块 到今天收盘剩多少 312 从我们这一天开始讲 请大家避开 已经差了多少 100多块 不是只有一档上银 我昨天还特别 让你看这个长线观点 123.5元 涨上来涨了几倍 这个颈线 大M头颈线 没有去突破 连点都没有点到 反弹一下 回到颈线 再继续破敌 这就是真的差距越来越大 所以你说成本 是大概知道说 你是赔钱还是赚钱 但是千万不要 因为成本的因素 一直卡着 然后呢 该卖没卖 你看到我讲的 上银 值得 从这里跌破的时候 163 有没有 从这里 破这个M头颈线 我就提醒大家 这是一个大M头 这是一个小M头 破了颈线 昨天跌破 今天继续下探 那个差距 真的差很多 更不用讲 1590的雅德克 破底 有没有 破底的时候 老师 已经跌很深了 跌到这边 破底 破了今年低点 不对啊 破了今年低点 反弹到十字线 反弹到十字线 今天长黑 342 从621到342 差距差了快280块 从今年的高点 621到今天收盘 342 收盘 杀到快跌停板 看到这个 不是说我讲的很准啊 我看到这个 其实看了会很难过 因为这些股票 你如果是 在一个控盘手 一个操盘手的结构上 你会发现说 有些股票 不应该这么弱的 是不是我在上一次 6月30号全省讲座 我跟大家讲 上瘾 值得 雅德克 跟什么有关 工具机 工具机跟什么有关 美中贸易大战 都印证了 这些都是我们演讲会上 特别特别提醒大家 为什么这些股票 共通性这么这么明显的弱 了解吗 好 这个讲的有点扯 扯远了 那这个地方来讲 我还是提醒大家 弱势股票 我们要看的是一个趋势 趋势如果真的不对 先卖掉 卖掉之后 回下来持稳 再报酬买低点 你至少可以降低 你的持股成本一段 在今年4月 5月 6月我帮助最多最多的投资朋友 叫做文贸 从331 跌到 230以下去买进 这一段 避开 买进做多 赚到273以后 我说等他回来 这个地方跌下来呢 从273到189 扣掉除息7块 也差了70块 我帮很多投资朋友 在这个地方卖掉 卖掉10张 20张到现在 你说差多少 10张差70几万 20张差140几万 这就是我刚刚跟各位想要提说的一个重点 当一个趋势不对的时候 不要留恋 当趋势肯定是一个往下的时候 可以先卖 然后低档再买 赚这一段价差 就会把你的成本降下来 听得懂 你就听进去 听不懂的 你把我刚才讲的这一段话 多听几遍 网路有个好处啊 不像电视节目 没了 你除非是有录影 不然的话 没有办法重看 网路呢 等我现在的直播结束以后 你再回头 在我FB 或者在YouTube的一个频道里面呢 你都可以不断不断重复的去看 去思索 我讲的话的意义是什么 了解吗 我希望教大家的是方法 是操作的观点 是做一个老师 带投资朋友操作一个 从大方向纵观的一个思考跟操作策略 好 这些有点讲远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刚刚讲的内容 你看大义 它只是一个跌身反弹 再来答方 我昨天 是不是才昨天讲的哦 跌破月线要避开 今天跌3块7 聚机 是不是 昨天杀到跌停板就不对了 我说今天早上有反弹的机会要跑 今天收盘跌4块 你看看3527的聚机 是不是早上还有反弹的机会 昨天杀跌停今天有反弹 收盘继续跌 连续三天了 外资还是站在买方 有没有 买了291张 明天不要杀低 还是有机会再给你反弹 最好还反弹到5日线 10日线 去让很多有的投资朋友 可以高出 好 这也是希望说 好朋友都能够卖到高档的价位 好 那再来 仔细看一下 木德 木德昨天这根大藏黑 公布6月营收 连续14个月创历史新高 我昨天怎么讲 我说跟上银一样 营收出利多 股价藏黑 这是利多出境 跌破季线要避开 我是不是昨天这么讲 今天大跌36块 来 你看看3563的木德 我昨天讲利多出境 结果今天 一度还杀到跌停板 36块 9.1% 这是我昨天讲 我不是今天讲 我说 昨天利多这么好的消息 杀下来非常非常可惜 连续两天 今天外资卖压有减缓 碰到跌破这个半年线 会有反弹 但是一样 趋势改变了 反弹 站在卖方 好 这点要特别了解一下 好的 再来一个 群联 从破景线到现在 差距47块了 精华113 精华6月11号的时候 是746哦 你看看精华 1565的精华 6月11号在这里 746 今天剩多少 633 第一根跌破 几线的位置 跌破今年低点 有没有 你现在回头看一看 跌破今年低点 6月11号在这里 是不是 6月11号 746 今天 632 差了100多块 我也希望说好朋友 你们这些股票都可以避开 因为接下来 275档要进入停卷 除行前的强制回补 停卷停资 这些股票都会影响到 接下来 如果说这种指标股 都是获利很好的指标股 一路往下降着破底跌 那你说其他股票呢 你手上的股票 获利有它好吗 你看看精华 去年赚31块哦 第一季就赚7块 获利很好 获利很好的精华 跌下来 我们等它止跌再买 不是很好吗 有的投资朋友 跟上瘾跟稳貌 跟精华一样 可以先卖 低档直稳了 那才是我们的机会啊 但是谁在这个地方 告诉你避开 746 是我 到现在 633 跌了100多块 好 该讲的我都讲了 该保守 我也讲说保守 那么 宏达店 今天稍微反弹一下 有没有 差了5块3 这种惯性的改变 你一定要记得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可能会来不及 我们先把对你讲完 你看中美金 今天只稳 有没有 只稳30块 趋势没有改变 已经差了30块了 那么中美金 我们不是讲一次 从137 133 今天 从133 也差了26块 还有台胜科 已经差距39块 我们在之前跟大家讲的 环球金 你看看今天 又大跌93块了 我让你看看今天的K线图 我们在这里讲 这里 那个时候的环球金 还没有跌破颈线 我就提醒大家 到今天 449 差了90几块了 我也希望这些个股能够指稳 而不是真的 我说过台胜科 环球金 为什么在高档 特别提醒你 前年从70几块 第四季从70几块 涨到642块 谁在高档 一直叫你说 看好看好买 全市场上 你可以公开查证的 我在这里 有没有 提醒大家避开 也就是 6月8号 那个时候 542 还没有跌破颈线的时候 提醒大家 523的颈线 不可以破 破的话是一个M头 该讲的我都讲了 那很多好朋友 其实很多股票 一直在问我 我刚刚像昨天 昨天好朋友问我说 台积电回到210几块 可不可以买 我说这个周线结构 左肩 头 右肩 这个去年12月的低点 222.5 不是220 是222.5 222.5 这个价格点 守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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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次守处 跳空跌破 影响大不大 非常大 现在这个跳空缺口 没有能力去补回的话 左肩 头 右肩 成立 头肩底形态 你可以去测量 如果说我要讲目标价 我也可以讲得出来 你一般一听 头肩底 左肩 头 右肩 测量会到哪里 这还是跳空跌破 除息也算 也算是跳空跌破 你懂吗 好 上瘾更不用讲 6月7号的上瘾 长黑 利多出境要避开 到现在100多块了 116块半 我昨天讲的 昨天才讲的 穆德 3563的穆德 今天杀到跌停板 昨天也是一样利多出境的 今天杀到跌停 收盘跌9.1% 是不是很弱很弱呢 其实看到这些指标性的股票 看了会有点难过 更不用讲值得 已经差了30几块 刚跌破这个M头颈线 我就提醒你 他是做一个小M头 大M头 现在已经跌到剩多少 130 穆德 直德 上瘾 都是工具机相关的个股 从我讲完 有没有 从我讲完 雅德克破低点 59块半了 已经差距差了59块半 该讲的我都讲了 那最重要的 来 维新今天呢 你仔细看 稍微反弹 昨天若今天反弹 没有用 还是一个下跌的趋势 不会改变 那么美率的部分呢 今天也稍微稳住 但是这个跌幅 已经跌了28块 我刚刚讲的 就算你看好看好 我也常常告诉好朋友们 有些股票你真的说 老师我很想买 很想买什么 有些人一直很想买银件股 我也不能去阻挡你 但是我可以请你多等一等 那个价位点 你至少等低一点 就像美率 我说第一季亏损我不看好 但是呢 从这个时间点下来 已经差距28块 可不可以降低你的成本呢 这些同样的观点 我还是告诉大家 因为现在的时间上 已经52分了 可能没有办法再回答大家 这些持股的问题 但是我跟大家讲 我昨天看到一个穆德 这种利多出镜的走法 今天就杀到跌停板 今天的郁金光 竭力 有没有 6435的大中 还包含3026的核生堂 这些热门的指标股 不应该跌停板 但是事实真的发生跌停板 明天 这些个股 随着美国股市 最好能够收涨 好 收涨 还有反弹的机会 台股 我刚特别跟大家讲过 今天的大盘指数 跌111点 不算什么 但是111点呢 跌破了6月28号 5月下旬以来 你讲说5月中旬以来 最低点10633跌破 跌破之后 再来观察一个重点 这两天都没有量 下沙量多一点 但是大盘今天跌破年线以后 6条均线全部盖头 空头 这已经开始转空了 不是说一定要高档跌20% 才叫转空 跌到6条均线都跌破 转弱 转空 该避开的 该解码的 至少 听我的建议 多爆点现金 多爆点现金 拉回来做价差 你可以先卖 比方说你有3张5张的 你就先卖个2张3张 有没有 先卖个2张3张 你至少先卖一半 反弹上来先卖一半 下来呢 做价差 可不可以降低你的成本 可以啊 等到行情真的直稳 见低点的时候 一涨上去 你可以很快解套 但是你如果都不做 老师我的成本很高 我上营买在500块 上营买在450 今天的上营剩多少 312 那我也无能为力了 该讲的 该叫你避开的 我都讲真话了 我也带你避开了 接下来你自己一定要把握 最好明天有一个比较大的反弹 可以让好朋友们一起做一个逢高调节的动作 好 那今天可能还有一半的持股问题 可能没有办法回答到 因为时间已经55分了 相对 待会先加入我的LINE AD好友 加入我LINE AD好友 我待会在LINE AD的部分呢 跟大家一起来做回复 也祝大家明天操作顺利 我待会在这里